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想故事 昨天呢,咱们聊了聊这个藏传佛教前红期的赤祖得赞崇佛 他崇佛到什么程度呢?昨天咱们已经讲过了 先是啊,这个三户养僧法,然后呢是七户养僧法 这种直接的由政府干预,强迫老百姓去供养僧人的方式啊 实际上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首先啊,就是民生,老百姓的负担一下的提高了很多 其次呢,就来自于朝廷和贵族方面的问题 哎,这个你去拿钱养僧了,自然呢,这财政收入就少了 那这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 这帮的贵族一看自己的收入减少了,他们也不乐意 所以就在公元的838年,这赤祖得赞呢 有一次到这个墨竹地区啊,去视察去 到那之后呢,就被当地的大臣用葡萄酒啊,给灌多了 结果呢,就让这群大臣呢,给勒死了 按照这个新唐叔的说法啊,这个赤祖得赞,轰逝以后啊 他的儿子就记了这个赞普的位 他的儿子叫什么呢?叫达玛 不过呢,这个新唐叔上的义法啊,叫达摩 那新唐叔呢,就管达摩在位的这四年啊,叫做达摩灭佛时期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朗达玛灭佛时期 实际上呢,这朗达玛在位时期啊,就是四年 也并不是呢,这四年当中一直在灭佛 这朗达玛继位两年以后啊,才灭的佛 这朗达玛继位师出啊,他还真不叫朗达玛 就像史书里记载的一样,他叫达玛或者叫达摩 那这朗是什么意思呢?这朗啊,据说在藏语里啊 是牛的意思,那也有人说啊,是牛魔王的意思 这是百姓啊,对他的一种恶称 那为什么在百姓嘴里这位赞普从王变成了牛魔王呢?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故事 这朗达玛继位以后啊,发现民怨很大 主要是针对这个寺庙,针对宗教的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 那爹赤祖德赞,却明明白白的是被那些呀 反宗教,反佛教的大臣累死的 那么这个辩证的问题就来了 那给自己父亲报仇啊,有很多种 那要是按着常人来想呢 那我爹既然种佛重佛呀 那我干脆我也是敬佛重佛 我就把这些呀,不信佛的大臣通通杀掉 然后继续支持佛教 但是这个朗达玛呀,他不这么想 他认为呀,他爹之所以被人害死 全是因为这个倒霉的佛教 于是啊,他决定要在整个藏区跟除这个宗教 那么他想没想过,是为了人民,是为了这个朝廷,是为了贵族的利益而灭佛呢 我想啊,作为一个赞谱,他肯定想过,他不会小心眼到,就是因为为他爸爸报仇而灭佛 那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吐蕃呀,其实在历史上也好,一直到今天也好,都是一个自然环境啊,相对恶劣的地区 像什么这个自然灾害呀,瘟疫灾害呀,都是十分平常的 尤其是在过去那个时代 所以这朗巴马灭佛呀,不用找什么太多的借口 只要利用一次这个瘟疫或者是自然灾害 他就找到口实了,他就把这个原因呢,归结于佛教身上 于是呢,这灭佛运动开始了 其实啊,他和他爹这个赤祖德赞的性格差不多 干什么事情都容易走极端 只不过呢,这赤祖德赞呢,是崇佛走极端 而这个朗达马呀,是灭佛走极端 当年呢,赤松德赞,兴佛灭本的时候呢,还是很怀柔的 这些本教的僧人一个没杀,大不了就是流放吧 哎,可是到了这个朗达马灭佛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 他知道啊,那些普通的小沙米 即便留下呀,也兴不了多大的风,做不了多大的浪 哎,他杀的呀,全是大德高僧 这一下子对这个藏传佛教前红期的打击那是太大了 那杀了大德高僧,烧了经卷 谁来讲经说法,拿什么讲经说法呀 实际上呢,广烧经卷不杀僧人呢,还好一点 这种伤害呀,一直延续到了藏传佛教的后红期 咱们下一期讲后红期开始的时候啊 咱们就会提到 那么这些普通僧人都干嘛去了呢,改行子了 有的呀,就跑去这个边境地区啊,皈依了本郊 还有的呢,就四处流浪 甚至进山呢,以打猎为生 那这说的是僧人 那寺庙呢,这寺庙就更倒霉了 像什么大一点的,什么桑耶寺啊,大昭寺啊 哎,全部封闭 怎么封闭呀 真正的是用泥土,是用石块,把庙门和窗户全部都气死了 所有这个新建以及再建的寺庙啊,全部停工 像小昭寺这样的,干脆改了用途 改干嘛了,改成了牛棚 那佛像呢,很多佛像啊,都被从寺里取了出来 身上钉了钉子,扔到了河里 大昭寺的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摩尼十二岁等身相 他们觉得呀,不宜移动 所以干脆又是就地掩埋 有的这寺庙里边啊,壁画全部被擦掉了 哎,有的壁画呢,被掩盖掉 上边啊,还画上那个僧人的饮酒作乐的画面 众多的佛教经典呀 什么干猪尔,丹猪尔啊,都被焚烧 哎,但是呢,也有一些 被这些僧人呢,保护了起来 藏在了岩洞当中,封闭了起来 到了后来啊,灭佛时期 过了之后,再被别人发掘出来呀 哎,就被称作福藏 哎,是有更大功德的经书 也有一些呢,这个大德高僧啊 逃脱了,比如这个赤松德战的 这师僧,叫做娘定哀丧僧部 还有咱们前文书提到过的 七爵士当中的个别人 也都出逃了,跑哪去了 哎,他们唯一能出逃的路线呢 就是印度 有人说呀,是出逃成功了 也有人说不是,哎,根本就没跑了 被这个朗达玛中间派武士啊 追杀了 总之啊,通过这朗达玛两年的灭佛 几乎这个佛教在整个吐蕃地区 哎,也别说那么大吧 就是位葬地区就基本消失了 那咱们现在就要揭晓另外一件事了 哎,那么说这朗达玛 为什么被称作为牛魔王呢 哎,他是有这么一个故事的 不是因为这个达玛他残暴啊 就把他的名字前边加个牛字 哎,人家这个藏族人的这个传说当中啊 这件事是个真事 怎么个真事呢 这个朗达玛呀 他有个仆人 这仆人干嘛呢 是专门啊 负责给这个赞仆 给这个大王啊 书头礼发的 有这么一个秘密啊 谁也不知道 只有这位仆人知道 这位仆人啊 给这个达玛书头的时候 就发现呢 自己这个国王的头上 原来长了鸡脚 虽然不长吧 能被这个头发盖住 但是很明显啊 有两个脚尖 可是这仆人呢 他不敢说呀 他跟别人说 他也怕别人不信 于是就把这个秘密啊 憋在了自己的心中 哎,可是一憋啊 坏了 这肚子呀 一天比一天大 一天比一天的骨 这可怎么办呢 于是他就想 得赶紧找一地儿 把这秘密说出来 去哪说呢 跟人说呀 肯定不行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树林 哎,到这树林里 一土为快 对着什么说呀 对着树洞说 可是他选择树 选择错了 这不是一棵普通的树 这原来是啊 一片竹林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这竹子看着是一片一片的 但是这竹根啊 都是连着的 所以他这对着竹林一说呀 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这大伙儿再联想起来呀 这达玛灭佛 这大家呀 就都一传十十传百的说呀 赶紫国王为什么灭佛呀 他说大魔头 牛魔王的化身 自从啊 咱们讲这个藏地的佛教故事开始 我就发现 人家这个藏地的传说故事编的呀 那高了去了 您看啊 这故事不但有发展 有高潮 而且呢 这故事里边还有见证人 把这故事里边的所有的知戏末节 全给您编全了 不像咱们从小听的很多这个内地的传说故事一样 哎 飞了个仙女 哎 一招手来这片云 再下了雨 从此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哎 这太简单了 您瞧这朗巴马 是牛魔王的这个故事 编的多好 哎 让您听起来 虽然是个这个神话传说故事 但是不得不让您不信 所以啊 自此以后 在这藏地再称呼这位赞仆 达玛呀 就称呼他为朗达玛了 那么说这朗达玛怎么就做了四年的赞仆 就死了呢 哎 这话呀 得说到公元的八四二年 这朗达玛呀 积赞仆位已经四年了 这灭佛运动呢 也已经搞了两年了 哎 说有这么一天 这朗达玛呀 在这个拉萨大昭寺的前面 溜达 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他挺大的一个赞仆 又是一个灭佛运动的主持人 非要到佛寺门口去溜达去 正在这会儿啊 就从远处跑了三匹马 看这个马上坐的人呢 并不是僧人 可是呢 这三个人跑到这个朗达玛跟前啊 下马之后 拉弓射箭就射 其中一个人呢 叫拉龙白多 一箭就射中了朗达玛的脑门 那还活什么劲呢 这朗达玛呀 倒身 哎 就死了 却原来 这拉龙白多和另外两个人呢 都是僧人 化妆好了 就是为了刺杀朗达玛的 刺杀朗达玛之后啊 这三位僧人 觉得自己啊 跑不了了 取出 剑来呀 对着自己的嗓子轴子 扑扑扑 三个人呢 也都自杀了 看来 这藏族的僧人呢 那也不都是吃素的 不好惹 哪里有压迫呢 哪里就有了反抗 这朗达玛一死呢 这吐蕃王朝至死就结束了 那有人说 这个赞仆死了 赞仆的儿子继位 这王朝 为什么能结束 因为这会儿的赞仆啊 太年轻 他还没有亲生儿子 大婆呢 也就是大妃啊 领养了一个儿子 这个小妃呢 肚子得有个姨父子 等到姨父子出生以后 这朝中的贵族大臣呢 就分成了两派支持 后来这小妃一支呢 就流落到后藏地区 从那建立了谷歌王朝 后来开枝散叶 逐渐的又形成了 盲玉象雄 不让这三个地区 这三个地区啊 也被称为这个阿里三围 这大妃的孩子呢 叫永丹 虽然呢 留在了拉萨 但是也没过消停 因为不久啊 这西藏呢 就爆发了一次 大规模的奴隶起义 叫做反上之变 这大妃的永丹系 也跑了 转移到了哪啊 青海和甘肃地区 后来啊 辗转回到了 山南地区的桑耶寺附近 也是没敢的回拉萨 就这么着 这自朗达玛一死 这吐蕃王朝 算是分裂了 那有人说 这西藏灭佛 吐蕃灭佛 本教不能趁机 就回归这个吐蕃 回归这个 魏藏地区吗 人家没有 因为人家在四川呢 在这个甘肃啊 人家这些地区活的呀 非常舒服 人家觉得那儿的环境气候 以及传教的宗教环境啊 那比这个魏藏强多了 人家这本教在那儿过的 很舒服 所以就不回来了 那您看啊 咱们这个中原 也有这个灭佛时期 但是为什么 这个灭了佛很快就能恢复呢 而且很多呀 这个佛教在民间 基本就没灭 你这个王朝系统啊 灭佛是你王朝的事 这个民间的佛教活动呢 还是很兴盛的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咱们中原的佛教啊 还是很和人心的 比较温和的 那上文书咱们说 这藏传佛教 有非常血腥的一面 再者加上啊 这赤祖德赞时期 为佛教立的那些恶法 所以这佛教啊 在吐蕃地区这会儿啊 没有群众基础了 这大家的意思是说呀 你不恢复啊 正好 所以政府打压 民间又没有响应 所以这个藏传佛教 在吐蕃地区 咱也别吐蕃地区了 就是在雪域高原吧 就沉寂了一百多年 那么啊 有没有救世主呢 当然有了 咱们在聊这个救世主之前呢 现在提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啊 叫穆松赛波 他是哪人呢 他是青海人 他的家乡啊 是这个青海的宗喀 这个地区啊 在之后的若干年啊 出了一位高人 这人是谁呢 是藏传佛教 格鲁派一带 开派宗师啊 叫做宗喀巴 这个地儿啊 现在叫青海 寻化 萨拉族自治县 宗喀巴的故事 咱们以后再聊 咱们先说这位 穆松赛巴 这穆松赛巴 就是佛教 在这个藏区的种子 他的师父是谁 他的师父啊 就是这个朗达玛灭佛时期 三位从卫藏地区 跑出来的高僧 那这三位高僧不容易 冒着巨大的风险啊 先是跑到了新疆 从新疆啊 这个回部地区 兜了一个圈子 才来到了青海 在青海啊 收了一位好徒弟 就是这位穆苏赛巴 明天呢 咱们就要聊聊 这个后红期的故事了 从这个穆苏赛巴开始啊 聊到这个后红期的传法人 阿底侠大师 这期间呢 重点的要给您介绍 一位民族英雄 那有人说 是一位藏族的民族英雄吗 对 是藏族人 可是啊 他是咱们中华民族 乃是整个华夏的民族英雄 那这个故事 我个人觉得是咱们这个系列里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这位民族英雄的攻击 达到什么程度 那让我一说呀 什么郑成功林泽徐 跟他一比啊 那都不叫事 那他的攻击达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女娲造人和跨腹追日啊 他肯定是赶不上 但是啊 我觉得他的攻击和大禹治水 有一拼 咱们又得说那句话了 要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 分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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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